大家好,大家晚安 由于康瑞台风逐渐正在靠近台湾地区 对台湾地区构成威胁 所以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警戒的区域是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 目前这个台风的中心位置在俄罗安比的东南方 大约60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大约12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 预测它未来这个台风 因为它目前是处在一个比较有利于它发展的情况之下 无论是在海温条件上 或是整个垂直风线上面的条件上 都是对它有利的 所以我们预测这个台风未来还是会有持续增强 暴风圈有扩大的趋势 再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未来的路径 目前台风的位置刚刚已经说明了 它逐渐会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 再来会以每小时12转16公里的速度再朝西北的方向前进 所以在明天晚上的这段时间 它就会来到台湾东南部的近海 到了星期四的白天 星期四的晚上 它就会逐渐的慢慢的通过台湾地区 暴风圈也会逐渐的笼罩台湾地区 到了星期五的白天这段时间它才会逐渐的远离 而且会有减弱的趋势 目前这个台风未来的影响我们的时序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海就可以看到 明天的深夜之前 这个台风是在逐渐接近的过程 所以风雨会逐渐的增加起来 各沿海的风力都会增强 而且海上的落高也会明显的增大 北部以及东半部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 到了明天的深夜一直到 礼拜五的清晨 将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 暴风圈会逐渐的笼罩 而且登陆 然后甚至在中心也会逐渐的通过 风力的部分会非常的强劲 中心附近可能会有一些破坏性的强风发生 阵风可能会来到十二级以上 雨势的部分 东半部地区首当其冲 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北部地区也会有豪雨 当中心通过台湾地区之后 紧接而来的西南风也会造成中南部 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大雨发生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该提到到了礼拜五的白天之后 这个台风才会逐渐的减弱而且远离 海峡上面还是会有强风发生 另外上半天刚才提到的中南部 可能还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 最近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形 首先我们先从天气图上面说明 目前在中国华北地区是有一个高压 目前正在东夷当中 另外这个就是康瑞台风 由于这个台风是一个低压系统 再加上这个高压系统 目前是在台湾地区这附近 正在跪至当中 所以台湾附近的气压梯度是比较密集的 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强风的发生 那未来这段时间基本上 持续的随着台风靠近 是会有更强的风力发生的 到了明天风力逐渐的增强起来之后 苗栗到云林的沿海 还有恒春半岛 蓝宇绿岛以及澎湖 都有可能会出现 11到12级左右的强阵风 另外台南以北的沿海 还有马祖也有可能会有 9到10级的强阵风 另外高雄东半部还有金门 也有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出现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再来是海面上的风浪的部分 截至晚上10点为止 我们可以注意到 其实台湾附近各沿海的浪高 都已经明显增强到3米左右了 只有在西南部 因为受到地形屏障相应的影响 目前浪高上面还没有完全增强起来 不过预估随着台风逐渐的靠近 浪高的部分也会逐渐的增强 所以我们来关心一下明天整个浪高的情形 北部海面以及东北部海面这边 大致上明天可能会增强到3到5公尺左右的浪高 另外在海峡以及东沙岛海面 另外在比较接近东北部海面南边一点的区域 也有可能会有5到6公尺左右的浪高 另外在最接近台湾台风中心的部分 可能会有6公尺以上 甚至在接近台风中心的蓝雨附近 可能甚至会出现10公尺以上的浪高 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 再来我们来关心一下降雨的部分 目前在北台湾是有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有一些降雨发生 台北市目前台北市以及宜兰县目前都有出现 24小时累计雨量有超过100毫米以上 所以目前持续的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 针对的就是基隆北海岸台北市山区 新北市山区以及宜兰的山区 提醒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这样子降雨的情形 那未来的降雨的话 我们从这张定量降水预报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 明天的白天 随着台风逐渐的靠近 受到它的外围环流的影响 基隆北海岸 北部的山区 宜兰以及花莲 就开始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 到了明天晚上以及礼拜四的清晨 各地的降雨就会持续的增加 我们预估整个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都有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雨 另外在西半部的高山的 棱线的附近 因为降雨的关系有可能会下过山 所以这个部分也有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 到了星体四的白天 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 我们预估整个台湾都明显的会有出现豪大雨的发生的可能 尤其是在东半部地区 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 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总结一下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 从明天就会逐渐的接近 晚上一直到周五的清晨 是它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 强风以及豪雨 另外海面上的大浪都是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 豪雨的部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排水 另外在山区活动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豪大雨的关系可能造成山崩或是土石流的现象发生 请尽量不要接近山区 另外在强风的部分 在户外活动 由于有可能因为强风可能会有一些掉落物 那可能会造成危险 所以在这个部分也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另外自己家里面的这些悬挂物可能也要绑好 这样子才不会掉落下来 另外在海面上的风浪的部分 刚才提到容易会有长浪以及大浪发生 所以到海边活动是非常危险的 也请尽量不要再前往海边活动了 另外这个台风 目前距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它在接近我们的程度上面 尤其这个台风在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可能会跟台湾的地形 可能会有一些交互作用的影响 所以到时候的路径可能都还会有一些些变数 提醒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 气象署所发布的最新的台风消息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5种EGF 它添加5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腹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护肤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灵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